斯布珍 每日灵修 经文 主啊 你生命了我的冤 你救赎了我的命 耶利米哀歌三章五十八节 圣经中这先知讲话的口气 不是说我希望上帝能生我的冤 而是很有把握地说 上帝生了我的冤 愿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 知道这位全能安慰者 是我们的依靠 再看看耶利米先知 是怎样一个满怀感恩的人 他的导词 没有一个字提到自己的攻击 或曾经怎样帮助人 反之他将一切荣耀归给上帝说 主啊 你生了我的冤 救赎了我的命 我们必须学习 向耶利米懂得感恩 使大地充满感恩赞美 我们献上的感恩与称谢 也像新香的火迹 耶利米被称为哭泣的先知 但他在叙述上帝的慈爱 与恩典时 他快乐地呼喊 主啊 你生了我的冤 救赎我的命 弟兄姐妹们 多多追求上帝丰盛的慈爱恩典 当上帝应允你 让你经历到他的信实与奇妙 勇敢地宣扬出来 大声地感谢称颂他 用铜锣响拔 甚至几股跳舞赞美他 总之 尽一切所能地 将上帝应得的荣耀归给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美他